《琉璃》 稀有琉璃瓦,今有身边人 欢迎收听琉璃故事会 最近和我哥固承打了个赌 谁没拿到G点4.0谁是狗 我哥以0.1分的差距输给我 成功把自己的物种给变了 有了嚣张的本钱 我每次见到他都要咄咄两声 心里才痛快 不仅如此 有时还会让他学小狗叫两下给我停 可惜还没成功过 每次他都黑着脸让我滚 周五和我哥约好 下课在校门口等我一起回家 刚走到门卫处 我一眼就看到我哥的背影 身形齐长 穿着件眼熟的黑色连帽卫衣 下身是条深蓝色直筒牛仔裤 还有我给他买的踢不烂 我想也没想 二十米冲刺直接跳上了他的背 双脚死死勾住他的腰 生怕被甩出去 他脚下一个猎气 很快稳住身体 单手扶在我的小腿上 温温热热的 见我哥半天不说话 我火速伸出手摸着他下巴坐坐两下 平常不是挺嚣张吗 今天怎么不说话 叫两声给本公主听听 他耳间微红 清了下嗓子 正准备开口被打断了 顾淼淼 大庭广众的你在干什么 翅膀硬了是吧 大一就敢谈恋爱 大二就赶不回家 听着耳熟的声音 我整个人被吓得一机灵 汗毛都立了起来 火速抬头 看到我哥黑着个脸 站在大门口 手边还提了个小蛋糕盒子 一看就是给我买的 我哥竟然在对面 那背我的是谁 我颤颤微微往下滑 脑子一片空白 感觉自己呼吸都停滞了 对不起对不起 把你认成我哥了 我不是有意的 面前这人转过身的时候 我感觉自己离凉凉不远了 因为我看到了 笑巴陆一川的脸 陆一川眼睫似鸭鱼 漆黑的瞳孔 一瞬不瞬地盯着我 我被他盯得心里发毛 忍不住缩了缩脖子 看着像个安蠢 就背下不至于要把我宰了吧 我哥可在旁边 二打一 我不会吃亏 半晌 陆一川浅笑一声 微微挑眉 神色细细 妹妹胆挺肥啊 我双腿一软 差点跪下去 求救似的看着我哥 就差把救我交出口了 我哥不急不徐地迈着不过来 语气吊锒铛的 好了 别吓我妹了 他胆子本来就小 你再说两句 他得昏过去 听这口气 他俩认识 那刚刚他还骂我 合着这两个人 在我面前演戏是吧 我鼓着嘴不说话了 心里恨不得踹我哥两脚 在家里整我就算了 在外面还和别人联合欺负我 哟 还生气 嘴巴都能挂两个油壶 看来是不想吃蛋糕了 我狠狠闭了下眼睛 为了蛋糕我能忍 掐着嗓子做讨好状 好哥哥 人家怎么会生气呢 我哥受不了这声音 嫌弃地把我凑近的脑袋推远 给你给你 少给我做怪 陆一川好笑地看着我俩半嘴 眉眼多出几分前犬 差点忘了他还在 我抿着嘴又开始装安纯 我哥把蛋糕递过来 自然接过陆一川腿边的行李 走了 我快饿死了 啥意思 他要去我家住 饭后趁陆一川去浴室洗澡 我迈着小碎布一到我哥旁边 打探道 他来我们家干什么 我哥本来在看球赛 被我闹得烦了 轻泽一声 你好烦 他家里有事 作为他的好兄弟 当然要接济一下 假期他都住我们家 我瞥他一眼 他就是想找个人熬夜打游戏吧 还说得这么清新脱俗 他俩倒是爽了 我怎么办啊 爸妈都出去旅游了 谁管我饭啊 刚刚我在陆一川背上 像逗小狗一样 咄咄他就算了 还让他狗叫两声给我听 这不是蠢蠢找死 我来A大的第一天就听到 传言他很凶 后来又在后街的巷子里 看见他打人 陆一川 你他妈的就是个野种 有本事打死我 不然我不会放过你 他把人踩在脚下 声音寡淡又松散 像是根本没有把对方的话放在眼里 好啊 尽管来 看看是我死还是你死 我躲在角落虎去一阵 默默把所有过程都拍了下来 想着要是出事我就把证据交给警察 但幸好没出大事 陆一川走了 至此对他留下了超胸的印象 不然我也不会那么害怕 我还想继续问点什么的时候 听到厕所的开门声 我紧急避脉 心虚地捂住嘴巴 贴着墙根 想留回房间 心里不断默念 看不见我 看不见我 忽然 衣服领子被拽住 身子不自觉地往后退 后背抵在坚硬的胸膛上 柔软的触感 让陆一川毫无准备 他有些烦躁地轻则一声 我以为是把他撞疼了 连忙从他怀里逃出去 低着头道歉 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的 你拉我 我才撞到你的 他步步紧逼 把我抵在过道里 眼底带着审视 怎么老实道歉 这么怕我 两人的距离 请客间被拉近 我甚至都能闻到 他身上沐浴露的味道 淡淡的柠檬味 我将这身子不敢动 结结巴巴地说 哈哈 没 有啊 我就是想睡觉了 借着柔光 我微仰着脸 他漆黑的眼眸 散发着水光 不自觉地有些看待 不得不说 校爸长得确实好看 怪不得脾气这么差 还有很多女生喜欢他 他低谋轻笑 呵 你最好是 我慌不择乱地点头 也不知道哪里来的勇气 推了他一把 逃逝地回了房间 等进了卧室才觉得热 安爸自己没骨气 明明都这么怕 居然还会脸红 好不容易放假 闺蜜江林 约我出去也 我想也没想就同意了 在家跟做贼似的 干啥都偷偷摸摸 生怕惹到路易川 苗苗 穿性感点哦 我今天约了好多 体育学院的双开门 到时候给你撮合一两个 我穿T恤的手一顿 从衣柜最底下 翻出去年买的抹胸黑裙 朝着屏幕笔画 这个行吗 江林的眼睛 顺时亮了几度 太可以了 你一会儿来我家 给你化妆 想到我哥和路易川在家 我在外面套了件 厚重的棉服 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 走到玄关处 一打开门 就看到我哥和路易川 提着外卖回来了 这么晚了去哪 不在家吃饭 我眨眨眼 面不感色 其实心跳得厉害 江林约我出去看电影 两小时就回来 你们俩自己吃 不用管我 路易川的目光 从我的脸向下移 一直到裸露的脚踝 眉头不自觉地 蹙了起来 不会看出什么了吧 我藏得挺好的呀 外面很冷 他取下自己 脖梗上的 深色围巾丢给我 我有些不自在地 给他道谢 拿起背包 飞快地往外跑 酒吧里的暖气很足 热得我不行 江林颇为嫌弃地 给我倒了杯冰水 把你这碍眼的棉服 给我脱了 全场谁有你穿得多 你那小木兄 在这根本不算什么 我抬头往池子里看去 都穿得很清凉 想想也是 把外套脱了 放在沙发角落 江林凑在我耳边 指了指那几个 体育学院的人 喜欢哪个告诉我 给你搭线 我捧着送的果盘摇头 表示对这些男人 没多大兴趣 耳朵里突然传来 嘈杂的声音 隐约还能听到 路易川的名字 为了能听清楚点 我干脆往边上 又移了个位置 那个野种 老子迟早有一天 要让他跪下 给我舔鞋 操 就你家那个私生子 怎么还回来了 野种的妈死了 无家可归了呗 嘖嘖 真是死得好 见女人让他勾引我吧 哼 再让他嚣张两个月 我要他死 原来路易川来我家 是因为这个 怪不得我哥说的时候 支支吾吾 他妈妈 我不爽地猝起眉头 眼睛往后瞥了一眼 那个张口闭口野种的人 就是之前在巷子里 被路易川揍得爬不起来的人 叫路恒生 不知道为什么 心里有些酸酸的 这又不是他能决定的 凭什么骂他 此时 几人拥着女伴往舞池走 我装作不在意的 伸脚踢翻一个空瓶子 刚好滚在他的脚边 路恒生脚滑 直接半倒在地 摔在我跟前 模样滑稽又好笑 我看都没看他一眼 继续和果盘做斗争 他觉得丢脸 连忙起来 推嗓着身边的女生 往前走 解气 第一次做这种事 还有些害怕 我随手抓了杯饮料 往嘴里灌 格 挺好喝 等江林从厕所回来的时候 我脑子已经不太清醒了 对着他傻笑 林林 你怎么去个厕所 口红都花了 格 你背着我偷吃东西了吗 他拧着没瞪我 你喝酒了 没有呀 就桌上的小饮料 可甜了 江林把我搂在怀里 小口喂水 顺带拍了拍后背 打电话让你哥来接你 好不好 我想了想 迟钝地从兜里掏出手机 打给我哥 对面很快有人接起 喂 哥哥 你来酒吧接 接我吧 手机那头顿了几秒 地址发我 我的脑袋 现在根本理解不了他的话 把手机丢给江林 让他帮我说 外面的风有些凉 我靠在江林身上 闭眼休息 很快 一辆车停在我们面前 车门打开 一个熟悉的人 静止朝我走来 是路易川 江林有些防备地盯着他 把我护在怀里 顾晨呢 你是谁 喵喵你认识他吗 我迷迷糊糊抬眼 想也没想地往前倒 喝酒胆子确实会变大 脑袋埋在胸前发出的声音 嗡声嗡气 认识 我俩应该算认识吧 江林这才作罢 放心地把我交给他 路易川蓝腰把我抱起 塞进车子后座 轻微苦涩的木质箱 营绕在鼻息 你还好吗 嗯 好的不得了 车子东摇西晃 我坐都坐不直 脑袋还顿地撞在玻璃上 发出好大的声音 身旁的人无奈地叹了口气 把我固定在他身旁 轻轻揉着刚刚撞腾的地方 隔了许久 我这边的车门被拉开 路易川蹲在面前 能自己走吗 我摇摇头 身子不由地往前倒 路易川就着这个姿势 把我抱起 双手撑在我的腿侧 尽量避开敏感的地方 自己服好 摔倒我可不管 我不满地鼓起嘴 掐住他两边的脸颊肉 你凶什么凶 就知道凶我 背地里被别人骂都不知道 要不是我 哼哼 我机里呱啦说了一堆 也不管他听不听得清楚 路易川不可置信地看着我 好像不认识了一般 顾淼淼 喝了酒胆子变这么大 谁骂我了 他的嘴巴张张合合的 看着就烦 我还能再大点 脑子里的咸好像断了 不由分说 想把脸贴过去 堵捉他的嘴 眼看距离越来越近 鼻尖擦过鼻尖 我呼吸一致 踏在他的肩上 不省人事 路易川稍微松了口气 耳间不自觉地开始声温变红 我头痛欲裂地 从床上醒来的时候 已经中午十一点了 阳光透着窗户照在我的脸上 昨天的回忆涌入脑海 完蛋了 我 我昨天都干了些什么 应该没有亲到吧 到底有没有亲到 他会不会打死我 上次让他狗叫的事还没解决 又添上了心愁 我正愁的时候 门被敲响 我哥的大嗓门 打乱了思绪 顾淼淼 你要睡到多久 赶紧出来 我磨磨蹭蹭 许久才走到客厅 两个人不约而同 朝我这边看 路易川窝在沙发里 眼尾上似笑非笑地盯着我 我心跳加快 急忙一开视线 拿起杯子遮住视线 我哥喝了口水 他下午有个训练 你要去吗 不去的话 自己弄吃的 路易川是学校游泳队的 就算放假也得训练 我想了想 在家也无聊 就跟着他们一起去了场馆 我坐在休息区 眼睛跟着扫描仪一样 东瞧瞧西看看 不得不说 练体育的身材就是好啊 八块腹肌 人线 样样都有 我悄悄拍了两张 发给江林 好东西 就是要和姐妹一起分享 在想抬头看两眼的时候 被一块大毛巾盖住了头 帮我保管 一会儿来找你拿 路易川只穿了条蓝色泳裤 身上还挂着水珠 应该是出来之前冲了水 一时之间 我眼睛都不知道看哪里 全是白花花的肉体 我感觉脑袋上盖的不是毛巾 是大棉被 热得喘不过气 哦 好的 他勾唇笑了下 脉部走向准备区的跳台 蓄势待发 随着一声枪响 迅速扎进水里 激起浪花 路易川的速度很快 眨眼间就到了对面 露出头朝我的方向看来 这人到底怎么回事 像孔雀开屏了一样 求关注 我哥终于舍得 从手机游戏里抬头 往池子里看了一眼 又往我这边看了一眼 我怎么感觉你俩怪怪的 哈 有吗 我瞥了眼他的手机 连忙转移话题 你的安琪拉要挂了 真菜 大男生爱玩安琪拉 属实看不懂 陪他训练完 太阳都下山了 我们三个打算在附近 找家火锅店吃饭 刚找位置坐下 就遇到了不速之客 陆恒生跟一帮人堵在座位 面容轻浮又扭曲 哟 我当这是谁啊 这不是小野种吗 陆一穿抽出纸巾 擦了擦自己的手 抬眸冷嘲 这么赶着找死 上次被打得伤好了吗 陆恒生表情微变 忽然阴阳怪气说道 你妈才死没多久 居然能吃下饭啊 嘖嘖嘖 她的视线转到我这边 微眯着眼打亮 哟 野种的女朋友 这种人你也敢要 你不知道吧 她妈是婊子哦 专门做人小三 都说婊子无情 婊子的儿子也好不到哪里去 小妹妹 你可考虑好 嘴真臭 下一秒 陆一川毫无征兆地 把她踹翻在地 膝盖死死抵在她的胸上 无法动弹分毫 顿时 双方打得不可开交 我急得团团转 不小心碰到桌上的冰水壶 泼了陆恒生一脸 盖 他们没打多久 店家叫来了警察 年纪轻轻的火气这么大 跟我去烫警局 陆恒生呲牙咧嘴 叫嚣道 我们凭什么去警局 是他们先动的手 你会不会办案啊 赶紧把人抓走 关他十天半个月 真是草包 陆家怎么会生出这种弱智儿子 警察做事 还需要他来教吗 我暗自掐了 把自己的大腿 眼泪瞬间飙了出来 警察叔叔 对不起 是他们先来找茬的 骂我婊子 嗨 呜呜呜 你可以掉监控 我他妈什么时候骂你了 我低下头 你把扶住旁边的陆一川 仿佛随时要昏过去的样子 嗯嗯 没有 都是我的错 放过我们好不好 我身体不好 经不住下的 磕磕 我哥悄悄对我竖起大拇指 不愧是他妹 言起戏来 炉火纯青 小时候没少用这招 害他被爸妈揍 陆恒生不可置信地盯着我 我操 你他妈 警察也想赶紧结束这场闹剧 调解到 小伙子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 人家是女孩子 再怎么样 也不能骂这么难听啊 我看你们伤的也不是很重 把店家的损失赔了 赶紧走 陆恒生吃了瘪更不爽 眼神阴沉地看着我 这时候我才开始害怕 下意识想找个人荡靠山 躲在了离我最近的陆一川后面 他把我护住 忧沉的毛子泛起潮涌 还不快滚 饭到底还是没吃成 我们三个人回家煮了方便面 我哥仰头喝完最后一点汤 他把碗撂在桌上 陆恒生那个畜生 害我没吃上火锅 三天两头来找茶 烦死了 我也很讨厌这个人 跟着附和 就是就是 见他一次 诅咒他一次 祝他永远拉不出巴巴 我哥的表情颇为嫌弃 妹 你好恶心 但我喜欢 眨眼间又变成了 见嗖嗖的模样 陆一川没说话 感觉自己心窝有些发痒 这两兄妹回来以后 没有张口问他任何事 只是一个劲地骂路横生 想方设法地逗他开心 酒足饭饱 我哥跟着大爷似的吩咐 把碗洗了 又看向陆一川 我回屋打游戏了 你来吗 他摇摇头 心是很重的样子 等我洗完碗出来 陆一川还坐在客厅 一动不动 柔光打在他身上 有些孤独 我犹豫了会儿 从储物柜里找出来药箱 你额头再流血 上点药吧 他听见声音 朝我看过来 没拒绝也没同意 我拆开药棉 弯腰一点点给他清理 你没有想问我的吗 陆一川的声音有些低沉 像指带安慰的小兽 我动作微顿 摇摇头继续上药 别人的隐私 我没兴趣打听 更何况 这也许还是他的伤疤 他扯了扯嘴角 语气里毫无温度 我妈是小三 而我是私生子 见不得光的那种 真直白 我给他的伤口上 贴了个可爱的窗壳贴 和他整张脸 极不和谐 那又怎么样 这不是你能决定的 你没有错 我不太清楚 具体发生了什么 但大人的错 凭什么迁怒于小孩 我盯着他的眼睛 又说了一遍 你没有错 陆一川 声弹式的眼睛 慢慢泛起涟漪 最后聚焦在 面前的女孩 我知道了 两人间的距离 请客间拉得很近 我脑子里突然浮现出 喝醉酒那天的场景 这张嘴 我到底亲没亲啊 陆一川 猴姐滚动 眼神有些慌乱 突然站起身 拍了下我的脑门 睡觉去吧 我抬手摸了摸 被他碰过的地方 感觉一阵酥麻 从额头传到心底 完蛋了 好像真的喜欢上他了 这段时间 陆一川要准备比赛 在家的时间变少了 我居然有点想他 但找不到借口去见他 正当我emmo的时候 我哥着急忙慌地 准备出门 你去拿 给陆一川送备用永静 他永静断了 好机会啊 我眼睛顺时亮了起来 一把抢过他手里的东西 说道 我正好要去体育馆找江林 顺便给你送了 好姐妹 就是拿来随时当借口的 不给他任何犹豫的机会 以每秒800米的速度 出了门 游泳馆的人很多 但我还是一眼 就看到了陆一川 他应该还没开始训练 还穿着卫衣长裤 现在正和队友说着什么 我小跑过去 把盒子递给他 诺 你的永静 哥哥没空来 陆一川 微愣半秒 浓眉微调 是吗 谢谢 听他这么敬爱的感谢 我一时不知道说什么 他的朋友像是瓜田里的茶 迫不及待地对着我喊了句 嫂子好 这句话瞬间在游泳馆里炸开了锅 纷纷扭头看我 我的脸蹭一下红透了 半天回不过神 耳边传来陆一川解释的声音 滚啊 她是顾晨的妹妹 也是我妹妹 不是什么嫂子 别给我瞎叫 她 这是什么意思 只是把我当朋友的妹妹吗 我用力攥了攥手 压下自己心底的起伏 带着几分苦涩开口道 我不是她女朋友 东西送到了 我回去了 我不敢表露太多情绪 陆一川为了这场比赛 下了很多苦功夫 白天晚上的练 我从未想过 运动员能如此辛苦 不仅是身体上 还有心理上的 听说他们队里 有人承受不了 得了严重的抑郁症 焦虑症 所有训练暂停 几年的努力全败废 所以我不敢在这时候 因为自己的问题影响她 陆一川动了动嘴 没有说挽留的话 只是嘱咐我到家 给她发消息 接连几天 我都躲着陆一川走 她的训练 我也再也没去看过 好几次 我看到她欲言又止的表情 都被我忽视过去了 害怕自己又自作多情 半夜我实在睡不着 去客厅拿水喝 突然听见动静 把我吓一跳 陆一川不知道 从哪冒出来 朝我递了杯热水 谢谢哈 厨房安静的 都能听到冰箱运作的声音 尴尬不断在空气中蔓延 我想赶紧回房 却被她叫住 下个星期我比赛你来吗 我给你留了票 我不想表现得太刻意 故作轻松地笑着 去呀 陆一川比赛那天 我和我哥一起去给他加油 我哥坐在观赛区 疯狂咽口水 坐立不安的样子 我斜眼瞪他一眼 信心满满地说 你紧张什么 多大点事 你要相信陆一川 他能行 他狐疑地盯着我 我怎么不知道 你俩关系这么好了 开始了 别说话 陆一川的动作 依然干净敏捷 扎入水中 迅速占领一位 不给对手任何反击的机会 到达对岸 水下转身 后乘速度不减反加 直接拿下冠军头衔 刹那之间 他成为了全场焦点 可迎接他的不是祝福 而是一个又一个尖锐的问题 听说你是私生子 你妈是小三 对陆家死缠烂打 这事是真的吗 你对你私生子的身份 有什么想说的吗 网上有你打人的视频 你是不是有暴力倾向 陆一川的神色 慢慢沉下去 额头上抱起一道道青筋 压抑得可怕 记者被他吓到 但还是硬着头皮 把收音器对在了他的嘴边 陆一川没做回应 被教练给互助拉走了 我在台下立马打开了手机 铺天盖地的词条 警号陆一川私生子 警号 警号陆一川校园暴力警号 映入眼帘 首页有条帖子 洋洋洒洒洒写了五千字 图文并茂地 把陆一川私生子的身份 扒得干干净净 还附了段他在巷子里 打人的视频 拍摄角度很刁钻 被打的那个人 一点脸都没有露 这件事不用猜 都知道是谁做的 陆恒生那个畜生 看着这些猜忌 谩骂地评论我促紧没心 手死死捏住手机 仿佛要捏碎了一样 我强迫自己冷静 压下不安的情绪想办法 私生子的时候我没办法 但那个视频 一看就是本末倒置 瞎边一通 突然 我想起来这个视频 我也拍过 我还就在现场 分明是陆恒生挑衅在先 而且他也还手了 这视频剪辑得 他像受害者一样 我把包塞给我哥 嘱咐到 你在这看着 我马上回来 一定看好陆一川 刚刚的那些记者还没走 依然还蹲在场馆门口 我找到其中一个女记者 把之前我拍的视频 原封不动传给了她 为什么这么相信我 你不怕我拿这段视频去换钱吗 我扬起笑容 对她说 因为你眼里有光 我相信你不会让真相埋没 对不对 死也不能告诉她 我是听到她说 再没有独家新闻 就要被辞退这件事 视频在她手里 比在其他人手里更安全 果然没隔多久 这段视频被原封不动 没做任何剪辑的传到了网上 陆恒生挑衅 辱骂 还手 被我拍得清清楚楚 这下他想抵赖都不成 我能为陆一川 做的只有这些 其他的还需要他自己来 我回家的时候 在楼下的花园里 看到了陆一川 他一个人坐在路灯下 微垂着头 显得破碎又脆弱 我鼻子酸得有些发疼 走上前坐在他旁边 怎么不回家 我买了好多吃的 咱们庆祝庆祝 陆一川的嘴唇毫无泄色 哑着声音对我说 有什么可庆祝的 当然要啊 你现在可是全国冠军 很光荣好不好 你以后还会成为世界冠军 缓了许久 他才慢慢开口 声音低沉又疲倦 这些都不重要了 谁会在乎一个私生子 是不是冠军呢 我下意识反驳 我在乎的 又觉得不好意思 补充道 哥哥也在乎 很多人都在乎的 陆一川愣住 随即弯了弯唇 点气般的眼睛 像有亮光流动 走吧 回家 我俩前脚刚迈进家门 我哥就拿着手机瞎嚷嚷 顾淼淼 你闷声干大事啊 这些视频你从哪得的 不愧是我妹 路子就是野 什么视频 陆一川不明所以 从我哥那接过手机 把热搜上的澄清视频 看了个遍 他心中有无数个念头闪过 但话到嘴边只说出了 谢谢 我虚握拳头打在他的肩膀上 样子十分臭屁 哈哈 厉害吧 说什么谢谢 做妹妹的 当然要照哥哥了 你说是吧 我承认我有故意的成分 就想试试 他是不是真的 只把我当朋友的妹妹 陆一川眼里似有潮涌 但又很快消逝得无踪 好好好 还要当将种 那就当个够 我鼓着嘴把拖鞋踩得恨天响 路过他身边时 还故意踩了他一脚 我哥在后面叫我 哎哎 去哪 不吃饭了 不吃 气饱了 陆一川的自我调节能力很强 这是发生的第二天 他就开始了反击 先是对所有不实消息 做出澄清 并且把矛头指指路横生 起诉他恶意剪辑 构成侮辱 诽谤 现在的网友也不是傻子 两段视频结合看下来 熟是 熟非 一目了然 风评开始不断好转 已经有不少人 扒到陆恒生的个人信息 并把篓子捅到了陆府所在的公司 四海科技 人人都说 陆一川妈妈是小三 但凭什么陆父能完美隐身 四海科技紧急公关 也于事无补 最后只能做开除处理 而校友泳队好不容易出个冠军 怎么可能接受恶意诋毁 陆一川的教练直接找到校方 并把他这几年的训练成绩 派在了校长的办公桌上 意思很明了 你们自己掂量 学校综合多方意见 发布退学公告 即刻移除陆恒生学籍 后来听说陆恒生被他爸当众揍了一顿 骂他多管闲事 真是好迭配好 事情总算告一段落 但我还是睡不着 急需一个情感垃圾桶 闺蜜江林一听有八卦 立马来了精神 我去 苗苗子 你铁书万年不开花 一开花给我开了多大的 到底怎么个事 说给姐姐听听 江林听完整个过程 老神在在地摸着下巴 我觉得陆一川是喜欢你的 但因为某种原因 不敢对你表露心意 什么原因 他觉得配不上你 或者是其他的 我又不是神婆 什么都算得到 你自己想 他的话倒是让我想到了什么 难道陆一川是因为他私生子的身份 所以才说 只把我当妹妹的吗 我想去找陆一川问清楚 但被江林给拦住了 他说男生都是要被刺激的 让我明天穿漂亮点 和他去酒吧 第二天 我换了身裙子 是我平常少有的性感风 露肩的设计 让我整个人显得慵懒 又有些许妩媚 从卧室出来时 我特意没穿外套 我哥看到我眼睛都瞪直了 一脸不可思议 顾淼淼 你穿成这样要去哪 你不会谈恋爱了吧 要你管 坐在他旁边的陆一川没说话 只是下颗线条紧紧绷着 装 继续装 憋死你 我懒得理他们两个 拿起小包出了门 江林又叫来了好多体育学院的人 其中还有几个游泳队的 眼熟但不认识 有个长相清秀的男生朝我挥手 露出虎牙 妹妹好呀 我叫李青阳 你放心 我今天绝对完成任务 我在江林耳边咬牙切齿问道 你到底要干嘛 你别管 没隔多久 他把手机递给我 描描 快看这张图屁的怎么样 我扭头看去 想掐死他的心都有 照片里 我和李青阳正低头说话 明明是很正常的动作 但因为挨得很近 像是他在亲我的耳朵 我已经吩咐游泳队的那几个 发朋友圈了 紧对陆一川可见 我泄气地靠在卡座上 万一他不为所动怎么办 绝对不可能 我没想到的是 居然真的看到了陆一川 我紧记江林的调人密集 假装没看到他 转头继续玩游戏 当他是空气 不知道江林给了李青阳 多少好处 他一见到陆一川过来 立马围在我身边走一句 妹妹 又一句 妹妹 我偷瞥了眼陆一川的方向 他漆黑的瞳孔里 翻滚着浓烈的情绪 李青阳故作高调地 把果酒杯推过来 妹妹喝这个 度数很低 我不太能喝 没事 大不了我送你回家 或者去我家也行 见他疯狂给我使眼色 我点点头 正准备去拿那杯酒的时候 被陆一川一把按住 顾淼淼 你有多大能耐 自己不知道 李青阳一副看戏的样子 妹妹不能喝 那你喝 这点酒应该不为难吧 气氛顿时僵住 两个人谁也不让谁 像柴犬队上阿拉斯加 陆一川之后还有比赛 喝哪门子酒 这不是瞎胡闹吗 虽然我真的很想看他为我吃醋的样子 但不能拿这个开玩笑 为了缓解气氛 我迅速抢过桌上的酒往嘴里灌 差点没呛死我 酒精这东西 天生和我相克 但凡多两杯 我就分不清东南西北 我感觉全身轻飘飘的 抬头对上陆一川的视线 迷离的眼神 蒙上了层水雾 他不由分说 把我从卡座上滴溜起来 护在怀里 朝着江林说 他喝多了 我先带走了 好滴 照顾好他哟 真是好闺蜜 半点担心的意思都没有 回到家以后 我脑子稍微清醒了一点 不像刚刚那么晕得厉害 我推开路一川 亮亮呛呛往卧室仪 都想挨着他 他微醋着眉心 伸手握住我的手腕 往怀里拉 鼻尖砸在他的胸上 泛起酸意 说出的话不自觉带着哭腔 你干什么呀 路一川有些着急 连忙低头检查 弄疼了 我看看 我吸溜着鼻子 眼尾泛着红 看着可怜巴巴的 走开 别碰我 你想谁碰 刚刚那个想占你便宜的小子 人家什么时候占我便宜了 不可理喻 那又怎么样 人家又没把我当妹妹 我愿意让谁占就让谁占 路一川被我气得够呛 半天说不出话 突然他的掌心浮在我的后脑 俯身稳了上来 我不可置信地瞪大眼睛 被他倾倒的地方 仿佛有电流划过 苏玛感瞬间蔓延至全身 无法动弹 良久他才放开我 只付反复膜擦着我的唇瓣 我不允许 他到底什么意思 说妹妹的是他 不允许其他人靠近我的也是他 我快要被他弄疯了 你出去吧 我要睡觉了 路一川把头埋进我的脖梗 鼻尖蹭着软肉 苗苗 对不起 打从我出生开始 就是个丢脸的存在 我妈三天两头 骂我不争气 捆不住男人 五岁那年把我丢给外婆 外婆好不容易把我养大 还没享福就走了 后来 他又突然回来 人瘦得不得了 只剩皮包骨头 哭着跪着求我救救他 他得了癌症 晚期 不治疗活不过两个月 我不想救的 真的不想 可我还是把外婆的房子卖了 给他治疗 但那点钱根本不够 我逼不得已找上路家 最后还是没能留住人 路一川开始打感情牌 以前绝口不提的是 现在为了卖惨 信手拈来 当然了 我也完全吃这一套 立马开始心疼他 但还要嘴硬 关我什么事 他很委屈地在我耳边滴雨 我之前很害怕这个身份迟早伤害到你 所以才不敢靠近你 我突然就释怀他之前那样对我 不过是因为害怕 自卑吧 小可怜 我掐着腰凳 我又不是娇滴滴的公主 有的是力气和手段 气氛一下子被我的话弄得轻松了些 但剧情怎么不对劲了 这时候不应该痛哭流涕地和我表白吗 路一川还住我的腰向上提 湿热的气息吞噬我的耳阔 苗苗我错了 以后别躲我了 叫给你听 汪汪 柔软的唇再次附了上来 轻得像是浅尝极致 却又慢慢加深用力 整个人被他独特的气息给缠绕住 身体里浮动着燥热 我喜欢你 和我在一起好吗 低沉沙哑的嗓音 让我根本无法拒绝 用力咬住了他的皮肤 开了婚的路一川我 实在有些招架不住 每天都在想方设法讨亲亲 这天在游泳馆 我诚心想整他一下 一会儿捏捏他的手指 一会儿偷偷摸他腹肌 就是找准机会 他不敢在公共场合对我怎么样 他阴瑟瑟地瞪我一眼 你给我等着 我立马耸了 乖巧地坐回休息区等他 我胳膊爽地择了一声 朝着我翻白眼 你们俩够够的 能不能在乎下别人的死活 有本事自己找一个去 他自从知道我俩在一起后 很坦然地就接受了 没有任何不良反应 就是爱每天追在路一川屁股后面 让他叫哥 简直幼稚 路一川用这几年的奖金 把之前卖掉的房子 又买了回来 还给我留了房间 我坐在客厅等他洗澡看电影 突然听到他叫我 淼淼 帮我拿一下毛巾 我经常洗澡 把浴巾带出来擦头发 导致他每次都没有可用的 浴室门没关 我很自然地打开门一脚递给他 没两秒 路一川从浴室出来 只穿了条家居裤 毛巾随意地搭在头上 残余的水珠顺着腹肌消失在人羽线之下 哇哦 我其实想走的 可他身上的那些勾勾赫赫 实在太诱人了 让我一不开眼 迈不开腿 路一川不自在地咳嗽了一声 还没看够 看不够 这是实话 要怪就怪他身材太好了 他有些无语 过来捉住我往怀里拉 大手扶在我的腰肢 我有没有跟你说过 你完蛋了 既然你自己送上门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我这时候才反应过来 对着他撒泼求饶 我错了 我错了 他身子压下来 牙齿啃在脖梗上 晚了 晚了 感谢观看